之前我们讲了,在英国招人喜欢要记住夸别人强语气,夸自己弱语气。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英国是怎么被招人嫌而不自知的。 之前我们说了,去英国人家里做客,人家准备了一桌好菜招待你, 但是因为英式假客气,人家可能也就说一句, I hope it's alright,希望这菜还可以。 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呢? 注意敲重点了啊,这时候如果你回答说, Yes it is,那就是个大写的射死了。 之前说了,英国人在外夸自己都是弱语气, 这也是为什么主人盛情款待, 但他对客人只会说,希望这菜还可以, 类似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屈屈小里不成敬意那么个意思。 请问这时候主人要听的是什么? 对了,是他听到你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 所以正确的回答应该是, Oh, this is the best food I've ever had, 或者It's perfect之类的赞美, 赞美别人一定要强语气, 你才能成为受欢迎的客人。 讲到在英国射死的瞬间呢, 有时候是我们礼数的不到位, 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中式英语。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出在我自己身上一次射死的瞬间吧, 那时候是几年前, 我刚在英国参加工作, 去学校幼儿园帮忙, 走的时候呢, 校长挺客气的说了些感谢的话, 我当时其实也就是想说句不打扰您了, 你忙你的吧, 但就是嘴比脑子快突然来了句mind your business, 哈,当时校长那表情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那么尴尬的一笑也没多说什么,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啊, 走回去的路上真是越想越不对, 哎,mind your business是别多管闲事的意思, 瞬间射死, 我怎么可以这么讲呢, 越想越想抽自己, 哎,后来想了想算了, 校长应该也可以理解我是个外国人, 多年以后呢, 我总算找到了正确的表达, 这种情况你该说的是, I hope I'm not getting in your way, 希望我们没有给你添乱或者你忙你的那么个意思, 所以学习语言其实是个漫长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办法避免的肯定是要犯错, 普通朋友之间讲错也没事, 问题是有时候重要场合犯错, 可真是射死了, 你想想自己有没有跟我一样学习过程中那些射死瞬间呢, 一起来评论区聊一聊开心一下吧,